小姐 我老早就偷干了 你们没有看到 今天穿过去 什么东西啊 天外飞来一比邻小姐气得 还岸边钓客吵起来 现在钩子 报警快点 你不要跑啊 低头一看一个尖锐的鱼钩 直接勾进她的左小腿 几乎穿透 看了实在好吓人 非常害怕 我跟我男朋友那边 好好地约会 然后踩天鹅船 踩到一半 自踩到一半 居然就有一个钓鱼线 直接勾进我的腿上 1月9号下午4点多 林小姐和男友 去碧潭风景区旅游踩天鹅船 踩到上游湾潭路段时 岸边钓客钓鱼刚好收干 鱼钩甩飞到船上 刺伤林小姐的腿 勾进腿部 伤口达1公分身 由于现场医护人员束手无策 只能将她送医 不少钓客都会在湾潭路钓鱼区钓鱼 观光船也没有限制范围 两边有重叠 业者透露 鱼钩钓到观光船上 早就不是第一次 却无法可管 观光局承诺已经在研议拉线 分隔活动区域 否则鱼钩这次伤腿 难保下次不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蔡新闻顾问孙王一婷新北报道